9月15日,一家豪门AC米兰现任主席斯卡罗尼,在最新接受采访时,公开炮轰了他的前任,中国商人李永红。 中国中求人又被炮空,大老板花光四十亿,还被老外嘲笑,留下了烂摊子斯卡罗尼说,现在的AC米兰,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,这要归咎于我们的前任中国老板李永红。 当时他已经制定了米兰的复兴计划,但却没有遵守计划,他留下了很多问题,他在预算中严重违反了计划的约定,结果却消失不见了。 我一共和他见过三次面,他恐怕,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 斯卡罗尼明确指出,李永红给AC米兰的发展,留下了巨大的烂摊子,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清理前任留下的遗留问题。 目前,AC米兰已经走上了复兴的道路,也见了衣瓜兵等墙员,还邀请了马尔蒂尼和卡卡等民宿回归。 要说起来,李永红也真是被外国人载定约大头,当时的他花费了三亿欧元来收购AC米兰,而这必需资是从艾利奥特对冲基金公司进来的。 而在引进球员方面,李永红的投资也超过了一亿欧元。 总的假起来,接近一年的时间里,李永红在AC米兰身上的总投入,要接近40亿人民币了。 结果花了这么多钱,俱乐部的控制权莫保住,还被接任者嘲讽,说给球队留下了烂摊子。 李永红也是个倒霉的,也直接导致中国足球,又在世界足坛闹了一个大笑话。 李永红也是个倒霉的,也就是说给球队留下了一个大笑话。